几年前我就给大伙做过一个预言 我说以后可能中国籍应该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国籍了 因为很多的华人在外边漂泊了这么多年 可以说是踏遍青山人未老 觉得风景还是家里边独好 这世界已经乱了 变成了一个草台班子了 可是自己的祖国现在每一天都在欣欣向荣 这个事情那位说了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润人走向美国之类的 这玩意人各有志 中国有14亿人 有几个人想来美国发财 你不用拦他 英润近润 你比如说在稍早的时候 在第10号的时候 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 有记者提问 说美国常务国务卿 坎贝尔日前表示 近期有大量的中国移民赴美 他们是要逃离中国疲软的经济状况 中方并未阻止 中方是否对此表示过担忧 是否采取行动 中国没有阻止 对呀 英润近润来去自由吗 那毛宁说 我们从来都是来去自由的 从来没有对移民 有过任何的限制 好 回答的很好 哎呀 那这些 所谓的中国的润人 那不就是远程养殖的 公知的祖师爷 是吧 人家袁腾飞忽悠的吗 金杯银杯不如人的口碑 对吧 不管你怎么宣传 怎么报道 怎么去引导 你可以看到 人们都是用假投票 人们往哪个方向去 哪个最吸引人 对吧 那就证明哪最发展 对吧 没有中国人往北朝鲜移民 对吧 那儿最 最社会努力 对吧 最纯净 但是没有人去 没有人去 好像也没有人去俄罗斯 去也就是去管媳妇的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哎呀 管媳妇人 大概就 没有人 没有人去那种地方 去那种地方 而是大量的人来到美洲 对吧 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 大量的这个这个这个流出 这好像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见过 也没有见过 你说人类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代吗 那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它的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 大量的往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就勾搁它也流出 是吧 好多中国人甚至什么 移民马来西亚 就就就就就 你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这种现象 其实其实是 挺说明一个问题的 挺说明一个问题的 不明什么问题啊 那就说明那些人的财富 不是好来的呗 这个就不能展开了说完 还要回去啊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应该啊 我觉得中国政府给袁腾飞 发一个促润奖章 对吧 哎 你看袁腾飞的感召下 像这种人 就是在广西牢房的时候 呃 是有很多提罚的 禁闭封闭盐管都有 现在出来了 我想说一句是什么 我就想 我现在出来 呃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想过好日子 我是想 呃 因为我在国内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想出来 再看看 呃 用其他方法 能不能够再拯救我 呃 原产国这些百姓 我还在想做这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来到这个国家 人家无常的 呃 对我进行人道救助 我解决 我觉得呢 我也应该做一些什么 回报 回报这个国家 就像这样的女革命家 对吧 对吧 在马来西亚 然后呢 坐飞机 在台湾 跳机了 呃 台湾不要这玩意儿 台湾呢 就给他 遣返回马来西亚了 然后呢 有这些 这个民运的人呢 给他联系 把他弄到加拿大去了 恭喜加拿大 又多了一个女革命家 人才 是吧 啊 像中国 像这样的人才 有多少输出多少 多好的事儿 要给袁腾飞发奖章 啊 一定要发 这个 张维颖啊 他 在这个 几年前 他有过这么一场 关于移民的事情啊 中国需要 这些人走出去 最不担心 就是移民问题 这时代已经完全变了 现在留学生回国 已经超过85%了 今天如果还以移民来忽悠 那个是移民公司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文案 知道吗 实际上 因为大数据告诉我们 我们的移民人数非常之少 每年不超过20万 要照比例来说更少 我是特别主张 鼓励他们 增加十倍都没有关系 真这么回事情 真的我们现在 一路一带一路 需要大量的人走出去 到任何国家 我们都鼓励 真这么回事情 我现在担心是 因为国内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 生活越来越精彩 很多人不愿意出去 这真是个问题 张静寿说 怕他们不爱走了 不愿意走了 张静寿和这个 袁腾飞到底谁说对了呀 是吧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不仅是不愿意走了 现在有一种回流潮 润人的回流潮 哎呀 有一些人呢 原来的时候撕了护照 他觉得撕了护照呢 就没人知道他是谁了 给遣返不了了 撕了护照以后呢 那就成黑户了呗 是吧 可是现在呢 想回国 想回国呢 这个中国的大使馆 现在呢 在世界各国 都说呢 只要是你能证明 是吧 你有这原始的身份 一查 能电脑上掉的出来 就给补护照 哎 你看了没有 对好多的润人 撕护照 撕后悔了 想回国 躺到大使馆去 要护照去了 是吧 前两天传言 什么田田圈 也去补护照去了 是吧 田田圈不是要回国啊 这个那个传言 咱也不知道 是真是假 但是他补护照 目的在美国 要做一些 这个拿工卡呀 拿白卡这些事 也得有这个东西 对吧 咱就说 好多的撕了护照的论人 啊 才发现 不是那么回事 黑工啊 没有什么劳动保障 去了一些 这个黑工厂 有的黑工厂里边 那简直是跟奴隶一样 啊 你以为美国 没有黑工厂 对这些撕了护照的 华人的黑工厂 有前一段有个例子啊 就说有一人 在黑工厂里做工 坐着坐着失踪了 给埋到亚利桑那 沙漠里边去了 啊 这种事也有 我告诉大家啊 所以现在不仅是撕了护照的论人 拿到了护照的论人 现在都开始回国了 你看 这个小红书上啊 就有这么回事 小红书上呢 说有一个澳洲的一个华人 都拿到了澳大利亚籍了 结果呢 他退了澳大利亚籍 又加回了中国籍 移民后又复籍 说在国外生活了将近20年 经过深思熟虑 还是毅然决然的转回了中国国籍 现在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策 如果你没有子女教育 或其他特别的需求 千万不要移民 国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综合来看都要好太多了 因为说再转回中国籍就那么容易吗 哎 中国籍是世界上这个最珍贵的国籍 那要不说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自己的原住民 那是相当的友善的 因为如果你想复籍的话 在国外把这个外国籍退掉 拿个证明 回自己的家乡的户口的原在地 申请恢复中国国籍 经审查 你没有危害国家的行为 马上批转回中国国籍 现在好多的海外华人 都在放弃外国籍 回到中国去 拿回自己的中国护照 这个回国潮 日人的回国潮 已经开始了 各位 你看我几年前的预言 是不是一步步的成为现实了 对吧 就别说中国了 中国的这些华人了 就那些在中国生活了时间挺长 那些外国人 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 纷纷吐槽 我说吧 我最不适应的 就是我们国家的食物 与中餐相比 任何食品都像过度加工的垃圾 我现在感觉和身边的人难以相处 因为我没办法跟他们一起 吃饭喝酒 已经养成了中国的肠胃了 说我回国以后 花了一段时间 才适应 到处都见不到人 回来以后 我记得我骑着马穿过了一层 一里又一里的农田 没有看到一个人在田野上 我们的郊区也一样 人行道上只有孤独和空虚 对我来说 也最难适应 在美国因为是汽车文化 城市里没有太多公共空间 但是在中国由于大多数人使用公共交通和步行 即使你不直接和人交流 你附近也一直有人 在中国我感觉到我是社区的一部分 而在美国我感觉我很孤独 回国这段时间 交朋友 约会文化 饮食和疯狂的物价都不习惯了 我很煎熬 说在中国我们有一整个的团队的同事 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欢在一起吃饭 我们单位有一个专门的厨师 我们每天在一起吃午饭 我们几个同事还会一起去吃晚饭 回到美国以后 默认的安排就是人们在隔间里自己吃饭 这太可怕了 令人感伤而消磨灵魂 我想我们都很怀念 被真诚的爱包围的日子 在中国即便是陌生人 也会比大部分的美国人更加的热情 说英国的街道六点以后就安静下来了 除非你在市中心遇到一些喝酒的人 在中国你可以去公园散步 里面总是很热闹 我喜欢这点 因为去公园散步 那是危险的行为在英国 如果是晚上的话 英国缺少塑料拖鞋 我习惯了在中国穿塑料拖鞋 没有了他们 感到很不舒服 不习惯寂静了 是吧 说哪怕我们国家有一条高铁也行啊 糟糕的公共交通 又开始适应看到家乡破旧的建筑物 和糟糕的街道了 中国政府不说别的 至少让中国的城市看起来更具现代化 为什么每样东西都这么死贵 为什么每家店都关门这么早 为什么服务员都说英语呢 不习惯别人说英语了 我现在上海六年 香港五年 后来到加州了 就得开始适应 哪里都必须得开车了 这是太糟糕了 这位说 我不适应我们国家严重的肥胖问题了 我记得我降落在我们国家的那天 我无比震惊 机场的工作人员 从一个个苗条的专业的自信的中国人 编成了一群体型超大 态度粗鲁 不专业的生物 笑死了 笑死了 说天哪 一切都很难适应 我已经回到美国三年了 当然我也很爱美国的很多事情 但是我不适应 我在北京住了四年 几乎没有用过现金和信用卡 回到美国就会穿越到过去 对吧 美国以后不习惯使用现金了 在数字支付的时代 我们国家大多数人还在使用现金 我感觉很震惊啊 刷脸支付 让我感觉就像血居人 第一次在中国看到火 你知道吗 好家伙 从中国回到我祖国的文化环境里边 这个过程简直就像一次探险 我承认重新适应我的祖国有些艰难 所有的东西都太贵了 食物在中国新鲜的意思是活的 支付 中国有微信和支付宝 网购 淘宝 天天就像亚马逊的会员日 隔天就送达 好吧 在中国生活像一场充满鲜艳测彩 可口美味 以及繁华喧闹的旅行 城市的活力 人们的热情好客 迷人的文化多样性 每一天都像令人兴奋的新篇章 他说我已经不适合祖国了 我放弃在家乡买房的这个愿望了 我现在已经是决定回中国永久的生活了 各位 这是外国人的感受 你更别说在海外的这些年的华人了 各位怎么样 我的预言 还有袁腾飞 张维迎 谁说对了 各位 中国应该是以后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国籍了 珍惜吧 各位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